看看新闻网 DX的这个报社的部总编辑 他对这个现在这个否认呢 他抱一个一脚 而且在电话里面就感觉是一种 冷笑或者说是鼓赖的笑话 都可以去带个理解 那么他说呢 然后呢他就把电话交给了他身边的 报社新闻发言人 那么记者也一再追问 因此报社对这个 把亚官方的这个说法怎么看 他说呢 首先他相信记者的这个 报的这个报道啊 他相信的 然后他相信呢他又说 现在对这个消息 他不方便说什么 然后呢也把电话给挂了 那么另外呢今天记者还特地来到了 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 希望从中国联合工作室这边呢 能获得一些有关家属的消息 那么应该说从今天记者 早上获得一个消息来讲的话呢 是因为昨天金属到了酒店之后 这个酒店呢是距离 中波国机机场有三十多公里的这样一个路程 那么到了酒店之后 已经受到大批记者的侵扰 就是很多金属也是感觉有些受惊了 而且现在对媒体啊 还是比较狠感 所以说有消息称呢 他们昨天晚上啊 又更换了住的酒店 但是这个消息到现在也没有 听过这个交道证实 有关系的事 所以说有关系的事 感谢观看